1982年的一天,在一栋位于东京郊区的豪华别墅内,一大家子人正围坐在客厅里谈笑风声。 这时,一名浑身是血的年轻女孩拿着一把尖刀,神色慌张地跑到众人面前。 女孩声称,刚刚杀死了自己的外公,原因是外公想要非理他。 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有可能对自己的亲外孙女产生非分之想吗? 随着故事的展开,这起案件背后的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开始一一浮出水面。 本期节目,天成给大家带来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W的悲剧》。 其原著小说曾被英国媒体评选为亚洲十大悬疑推理小说之一,到底是名不符实还是当之无愧呢? 咱们先看完故事再说吧。 故事的女主角摩子是一名酷爱戏剧的富家女孩。 这天,摩子邀请自己的戏剧老师春生小姐来到自家别墅做客,顺便让对方给他创作的舞台剧本《W的悲剧》提点建议。 这是摩子编写的第一个剧本,可能也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 因为摩子的外公魏老爷对孙女从事写作行业极度不满。 魏老爷年近七旬,是当地一家上市龙头要起的社长,为人专横把扈,长期干预晚辈的生活和职业。 在魏老爷看来,女人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根本不配拥有自己的事业。 出于这种观念,他在得知孙女摩子热衷剧本创作后,勒领其马上停止这种工作,赶紧嫁人,以免给家族丢人现眼。 说起来,摩子的母亲舒芝并不是魏老爷的亲生女儿,而是魏老爷已故姐姐的孩子。 魏老爷因为没有子嗣,就将舒芝从姐姐手中过继过来当女儿。 两人实际上是舅舅和外甥女的关系,舒芝性格懦弱,对养父言听计从。 因而摩子虽然对外公粗暴干预自己的人生极为不满,但为了让母亲安心,他也只能听命从事。 明天刚好是魏老爷的生日,每年的这个时候,魏老爷都会将家族成员召集到自己位于东京郊区的别墅里住上几天。 今年自然也不例外,除了摩子和外公魏老爷之外,目前赞助在别墅里的还有其他七个人,分别是魏老爷的老伴,也就是摩子的外婆魏奶奶,魏老爷的弟弟魏二爷,也就是摩子的小外公,魏老爷的私人医生平叔,魏老爷的养女舒芝及其第二任丈夫刚本,也就是摩子的母亲和继父。 此外还有摩子的远房表哥,此人是魏老爷给摩子指定的未婚夫。 最后一位,就是跟这个家族毫无关系的戏剧老师春生小姐。 当晚的八点半左右,除摩子和魏老爷外,其他七人在晚餐过后,都围坐在别墅一楼的客厅,闲话家常。 就在这时,摩子突然惊慌失措地从二楼跑下来,手里还紧握着一把燃血的水果刀,白色的连衣裙上也沾满鲜血。 面对众人惊愕的目光,摩子用颤抖的声音表示,自己刚刚失手杀死了外公。 来不及询问缘由的众人,慌忙冲向二楼查看情况,结果就见到魏老爷浑身嗜血地死在自己的床上。 据摩子描述,魏老爷刚才私下里将其叫进卧室,并慈爱地跟他聊了一会儿天。 谁知,在两人的闲聊过程中,魏老爷忽然意乱情迷,将手探进了摩子的衣领,意图跟外孙女行不轨之事。 摩子本能地抄起旁边的一把水果刀,威胁外公不要胡来。 其量,魏老爷此时已是浴火焚身,竟然不管不顾地扑向摩子。 两人的撕扯间,摩子失手将手里的水果刀刺进了外公的胸膛,然后就吓得跑下了二楼。 对于摩子的这番说辞,再逞的其他人虽敢诧异,但也没有怀疑,因为魏老爷平时确实是一副臭不要脸的老流氓做派。 对方最喜欢的事就是到处拈花惹草,但大家谁也没想到,这老家伙居然对自己的外孙女下手。 就在众人不知所措之际,摩子的母亲舒芝和继父刚本突然跪倒在地,为女儿的鲁莽行为,向家族的其他成员道歉。 道完歉后,刚本就准备立即打电话报警,毕竟摩子只是过失杀人,而且处于正当防卫,应该不会被重判。 但舒芝和魏老爷的老伴魏奶奶当机阻止了刚本的报警行为,理由是,一旦报警,警方必定会查出案件的来龙去脉。 届时,魏老爷意图侵犯外孙女的丑事将会被公知于众。 这样一来,家族名誉受损不说,家族公司的股票也会大跌。 刚本在听完妻子和岳母的分析后,也就打消了报警的念头。 随后,一家人经过商量,最终一致决定共同包庇摩子的杀人罪行。 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 一是,死者魏老爷专横跋扈,平时就不受人待见。 对于他的死,家族的人,包括他的老伴魏奶奶在内,都没有什么悲伤之情。 二是,摩子从小到大乖巧懂事,深受家族之人的喜爱,大家都不忍心将其送进监狱。 在场的人中,只有魏老爷的私人医生平叔和摩子的戏剧老师春生小姐,不是这个家里的人。 但评叔在魏老爷身边服务多年,算是看着摩子长大。 因而,他主动表示,愿意跟大家一起包庇摩子。 唯一对包庇计划保持沉默的是春生小姐。 不过,他也经不住舒芝的苦苦哀求,最后答应替摩子保守秘密。 为了掩盖摩子的杀人罪行,众人接下来商量出了一个更具体的计划。 他们打算将魏老爷之死伪造成小偷入室偷窃杀人。 计划的第一步,是要替摩子制造一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为此,魏老爷的私人医生平叔先是在尸体上铺了一层防水布, 然后在上面敷上大量冰块降温,以此误导法医对死亡时间的判断。 接着,平叔将凶器水果刀,摩子染血的衣物,以及一些贵重财物, 装进一只旅行代理,并让摩子马上将其带回东京市区, 找一个隐蔽的地方扔掉。 众人还给摩子返回市区找了一个理由, 那就是回家去取,落在家里的送给外公的生日礼物。 等摩子走后,魏老爷的老伴魏奶奶在别墅附近的西餐厅点了八人份的外卖。 外卖员将餐送到的时间是晚上的十点钟, 众人这时假意围坐在别墅一楼的客厅打牌。 为了制造出魏老爷此时还活着的假象, 魏奶奶故意当着外卖员的面,上楼叫老伴下来吃宵夜, 等到外卖员离开后,大家又各自吃完了一份外卖。 紧接着,魏老爷的私人医生平叔再次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将剩下的一份外卖食物捣碎, 最后用一支注射器和一根细长的软管, 将捣碎的食物注射进死者魏老爷的胃里。 这样一来,就可以伪造出魏老爷在十点钟还活着并吃了点食物的假象。 做完这一切后,众人戴上手套, 先将魏老爷的卧室翻得乱七八糟, 接着又把连通着别墅后院的一扇门的门锁撬开, 磨死的远房表哥见未婚夫, 则穿上一双别墅以前的园钉留下的旧鞋, 在后院潮湿的拟地上踩出一串清晰的脚印。 由于刚刚下过一场雨,众人是想以此误导警方, 窃贼是在下雨前从后院溜进别墅, 又在下雨后从原路逃走。 伪造好脚印后,远房表哥将鞋子脱下, 藏进了厨房里的一只装面粉的大袋子里。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模子已独自驱车回到东京市区, 并趁着四下无人的时机, 将装有凶器和贵重财物的旅行带, 沉入了自家附近的一条河里。 而别墅里的众人, 在做完一切准备工作后, 重新聚到客厅, 商量出了统一的口径。 他们打算在接受警方盘问时, 集体谎称小偷入室行窃期间, 大家都在一楼客厅沉迷打牌, 加上当时客厅里还播放着音乐, 因而所有人都没有听到楼上的动静。 为了在面对警方时不露怯, 众人干脆真的在客厅里打了一宿的扑克牌。 唯一没有参与牌局的戏剧老师春生小姐, 则坐在牌桌旁看起了模子的剧本《W的悲剧》。 剧本讲的正是魏老爷家族的故事, 里面的每一个角色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原形。 春生小姐也通过这个剧本, 大致了解了魏老爷家族的情况。 原来,这个家族里的每个男人都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比如魏老爷的弟弟魏二爷, 表面上是一个彬彬有礼的绅士, 实际上跟他哥一样, 是一个四处留情的老流氓。 魏二爷一辈子没有娶妻生子, 却在外面包养了一群女人。 再比如说, 模子的继父刚本整天将对舒芝和模子母女的爱挂在嘴上。 但事实是, 刚本常年忙于自己的科研项目, 经常泡在实验室里夜不归宿。 而模子的远房表哥, 虽被魏老爷相中, 成了模子的未婚夫, 可这货其实在外面另有所爱。 他之所以答应跟模子的婚事, 只不过是惦记着魏老爷的巨额财产。 当然, 这个家族中最奇特的男人, 还要属魏老爷的私人医生平叔。 平叔的医术高明, 个人能力很强, 本可以拥有一个更好的前程。 但他却甘愿多年留在魏老爷身边, 做一名默默无闻的家庭医生。 由于魏老爷性格极为强势, 脑子里全是男权思想。 因而, 这个家族中的女人, 比如摩子的外婆魏奶奶, 摩子的母亲舒芝, 都是对各自的丈夫言听计从, 没有自己想法和主见的附庸者。 就像是两朵毫无生气的仿真花, 活得既可怜又可悲。 至于摩子本人, 她在剧本里将自己形容成 一只被人套上华丽衣裙的提线木偶, 其处境显然并不比外婆和母亲好多少。 春生小姐看完剧本后不久, 天色已经大亮。 其他人这时终于结束排局, 拨打了报警电话。 谎称, 刚刚发现魏老爷遭人杀害。 警方在赶到别墅后, 先对案发现场进行了仔细勘察, 然后又对别墅里的众人展开了一一问询。 在此期间, 摩子也从市区赶回别墅。 按照私人医生评书此前的交代, 摩子轻松应付了警方的盘问, 没有露出丝毫破绽。 当地警局的领导根据众人的证词, 以及现场痕迹和法医试检结果, 认定这是一起普通的陆氏盗窃杀人案, 且案发时间是在当晚的10点钟之后, 但参与办案的资深刑警老林, 却觉得是有蹊跷。 根据死者妻子魏奶奶的证词, 案发的别墅平时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闲置状态, 只有魏老爷在过生日时, 才会将家族成员召集至此小住几天。 既然如此,小偷为什么不挑在别墅空置期间入室行窃呢? 就算小偷欠缺经验, 没有提前踩点, 不知道别墅的日常状态, 其在潜入别墅后, 为何偏偏跑去魏老爷卧室行窃呢? 要知道, 这栋别墅里盛放着很多贵重物品, 比如, 位于二楼的书房里, 就摆放着很多名贵古董, 小偷在入室后, 没理由非要冒着被抓的风险, 非要跑进可能有人的卧室寻找偷窃目标吧? 更何况, 案发当晚, 别墅一楼有六个人正在打牌, 还播放着闹哄哄的音乐。 在这种情况下, 小偷有胆量潜入室内头道吗? 此外, 最让老林感到可疑的是, 当晚住在别墅里的所有人, 正死都出奇的一致, 像是经过了提前的演练一般。 基于这些怀疑, 老林在经过警局领导的同意后, 带着搭档再次来到案发别墅, 重新勘察了现场, 结果有了重大收获。 老林先是在魏老爷沉湿的床下, 找到了一小节软管, 接着, 他又在别墅后院的泥地上, 发现了一只可疑脚印。 这只脚印跟此前发现的, 一次窃贼逃跑时留下的一串脚印, 方向刚好相反, 但明显是同一双鞋子留下, 而距离这只反方向脚印的不远处, 洒落着一些白面粉, 老林掩着面粉的痕迹, 在厨房的一支面粉袋里, 找到了一双旧鞋。 旧鞋鞋底的花纹, 跟后院脚印的花纹一模一样。 这些明显的线索, 显然是有人在警方第一次勘察完现场后留下, 否则, 警方当时不可能不会发现如此显眼的痕迹。 办案经验丰富的老林, 据此基本猜出了案件的真相, 应该是家族中的某个人杀害了魏老爷, 其他人则是在共同包庇凶手, 但杀人毕竟是重罪, 包庇凶手的人中, 应该是有人扛不住压力, 故意留下了这些线索, 想要引导警方调查出真相。 想到这里, 老林立即让尚在别墅里的众人不要离开, 随时配合调查。 他和搭档随后对这个家族的所有成员, 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调查。 结果发现, 这个家里的每个人几乎都有谋害魏老爷的动机。 魏老爷的老伴魏奶奶因不能生育, 长期受到丈夫的指责和羞辱。 魏老爷的弟弟魏二爷, 则因挪用公款包养情妇, 刚刚被哥哥赶出了公司。 而模子的远房表哥兼未婚夫, 订婚后仍在外面撕毁其他女人, 并在最近被魏老爷发现。 魏老爷当即取消了他和外孙女的婚事。 魏老爷的外孙女模子酷爱戏剧, 但却遭到外公强行干预, 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爱好, 还被勒令尽快结婚。 显然也有着充分的杀人动机。 此外, 模子的母亲舒芝和继辅刚本, 也跟魏老爷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舒芝的第一任丈夫, 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三流画家, 经常在喝醉酒后对妻子拳脚相向。 舒芝因无法忍受丈夫的家暴, 最终与其离婚。 由于没有谋生能力, 离婚后的舒芝就带着女儿模子回到娘家讨生活。 魏老爷对这个不争气的养女, 常年没有好脸色, 甚至将其视作家族的莫大耻辱。 舒芝因此在这个家里, 始终抬不起头做人。 而舒芝的先人丈夫刚本, 为了让岳父能够投资自己的科研项目, 常年像条狗一样, 无底线地讨好魏老爷。 魏老爷对钢本的项目嗤之以鼻, 一分钱都没给过。 至于魏老爷的私人医生平舒, 其实也不是一个外人。 他是魏老爷年轻时, 跟一名风尘女子生的私生子。 平舒常年留在魏老爷身边, 只不过是希望父亲能给自己的母亲一个名分。 哪知,魏老爷在得知平舒的真实身份后, 不仅没有公开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 反而嫌弃其出身卑微。 平舒这些年在魏老爷身边兢兢业业, 但始终没能打动对方。 由此可见,当晚住在别墅的所有人中, 除了跟魏老爷素无瓜葛的戏剧老师春生小姐外, 其他人都有可能是杀人凶手。 可凶手究竟是谁呢? 老林一时之间也无法确定。 不过,他很快想到了一个揪出凶手的好办法。 既然有人故意向警方提供线索, 说明别墅里的人并非铁板一块。 老林决定利用这个人让凶手露出马脚。 随后,他将众人召集起来, 直接展示了此前找到的证物, 并明确表示自己已经猜到凶手就在别墅的众人当中。 紧接着,老林向大家普及了一个法律知识, 按照死者为老爷生前立下的遗嘱, 他的巨额财产本该由妻子、兄弟、 女儿女婿以及外孙女共同继承。 但根据日本的继承法, 如果遗产继承人涉嫌杀害被继承人, 自然会被依法剥夺继承资格。 而包庇此凶手的继承人, 同样会被剥夺继承资格。 也就是说, 如果警方真的查出凶手就是别墅里的人, 其他人又知情不报, 那么在场的所有人都将会被剥夺继承为老爷遗产的资格。 说完,老林扬长而去, 说是给大家留点考虑的时间。 在看到老林展示的证物时, 众人就意识到他们当中出了内鬼。 因而,老林刚走, 别墅里的八个人就炒作了一团。 魏二爷首先发难, 指证给警方提供线索的人是母子的远房表哥兼未婚夫。 理由很简单, 据魏二爷所知, 远房表哥和母子的婚约刚被魏老爷取消。 换句话说, 魏老爷的遗产已和远房表哥没有任何关系, 本着得不到就毁掉的原则, 这家伙完全有可能向警方漏底。 魏老爷的老伴魏奶奶则认为内鬼是私人医生平叔, 说着他将平叔是魏老爷私生子一世给抖了出来, 其他人对此十分惊讶, 也因此想通了平叔为何这么多年一直留在魏老爷身边。 在魏奶奶看来, 平叔的身份因没有得到魏老爷的承认, 所以无法继承任何遗产, 对方很有可能会借着魏老爷之死, 意图毁掉整个家族的声誉。 谁知, 平叔听完魏奶奶的指控后, 也嘴炮全开, 他指责家族内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内鬼, 因为所有人都对魏老爷非常憎恨, 都有报复魏老爷的动机, 而报复一个人的最强手段, 不是杀死这个人, 而是毁掉这个人创造的一切, 包括事业和声誉。 就在魏老爷家族成员互相指责, 场面陷入混乱的时候, 置身室外的戏剧老师春生小姐看着眼前的一切, 心中忽然产生了一个疑问, 既然所有人都有杀害魏老爷的动机, 那么魔子真的是杀人凶手吗? 就算魏老爷是一个十足的老流氓, 他真有可能会非礼自己的外尊女吗? 此外, 在春生小姐的印象中, 魔子性格柔弱乖巧, 即便他遭到外公的轻薄, 或许也会用一种更加理智和温和的方式应对, 应该不会闹到动刀子的程度。 讲到这里, 春生小姐不禁怀疑凶手可能另有其人, 魔子只是在替人顶罪而已。 等到众人冷静下来之后, 春生小姐当着大家的面, 说出了自己的这番猜测。 谁知, 魔子刚听完老师的话, 就情绪激动地站出来反驳, 强调自己就是杀死外公的凶手。 不过他改口称, 外公确实没有非理他, 而他杀人的真正动机, 是外公独断专行, 脑子里充斥着男权思想。 在魔子看来, 外公整个人都让他感到无比恶心。 除了憎恨外公外, 魔子对家族中的女性成员, 也就是外婆和母亲, 也十分厌恶。 他觉得, 这两个女人面对男人的霸道, 只知道忍气吞声, 最后都活成了男人的附庸。 不仅不值得同情, 反而极度令人反感。 尽管魔子言之糟糟, 但春生小姐仍认为他在撒谎。 在阅读魔子的剧本W的悲剧时, 春生小姐就意识到, 剧本名称中的W是英文单词女人的缩写。 在这个关于女人悲剧的故事里, 魔子在字里行间透露的其实并不是对女性的憎恶, 而是有一种哀习不幸, 怒习不争的无奈。 此外, 从剧本中可以看出, 魔子深爱着自己的母亲殊之。 他觉得, 这辈子最遗憾的事, 就是母亲在被其生父家暴时, 他因为年龄太小, 没有能力保护母亲。 魔子甚至在剧本中立誓, 如果以后母亲再遭到困境, 自己一定会竭尽所能, 替母亲挡下所有的麻烦。 所以, 春生小姐认为, 如果魔子在替人顶罪, 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他的母亲舒芝。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春生小姐带着剧本单独找到舒芝, 希望她能说出为老爷之死的来龙去脉。 但舒芝只是羞愧地低着头, 嘴里不停地说着对不起, 显然不打算将真相如实相告。 与此同时, 刑警老林再次来到魏老爷的别墅。 这一次, 他只是私下找到魔子, 并在其面前说出了自己的推理。 尽管老林还不知道究竟谁是凶手, 但他已非常确信, 帮助凶手处理掉凶器的人一定是魔子。 理由倒也简单, 既然凶手就是别墅里的人, 而警方搜遍了整栋别墅及其周边, 又没有找到凶器和众人暴事的财物, 那么只剩下了一种可能, 那就是, 当晚唯一离开别墅的魔子, 将凶器和财物带离了这里。 接下来, 警方只要对别墅到魔子家的必经路线四周, 进行大规模搜找, 就有可能找到凶器和财物, 从而锁定凶手。 说完, 老林还不忘提醒魔子, 留给他自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老林的这番话, 明显是在故意给魔子施加压力, 心理素质欠缺的魔子, 果然陷入惊慌失措的状态。 在老林走后不久, 他就准备打电话自首, 但遭到了母亲舒之的制止。 母亲随后将魔子拉进自己房间, 向其坦白了一切。 正如春生小姐的推测, 魔子确实是在替母亲顶罪。 案发当晚, 舒芝神色慌张地跑进魔子房间, 声称养父对他欲行不轨。 他在慌乱之下, 失手用水果刀捅了对方一刀。 等到魔子赶到外公的卧室时, 为老爷已没了气息。 魔子第一时间拔掉尸体上的水果刀, 打算替母亲顶罪。 他的连衣裙上的血迹就是在这时染上, 以上就是魔子知道的外公之死的全部过程。 然而, 母亲舒芝此刻却告诉了他 另一个隐藏至深的真相。 其实, 失手杀死魏老爷的凶手, 根本不是舒芝, 而是其丈夫刚本。 舒芝原本想要自己替丈夫顶罪, 没想到, 刚本却告诉他, 如果女儿魔子愿意站出来顶罪, 说不定他们夫妇俩就能说服其他人, 一起包庇平时深受众人喜欢的魔子。 只有这样, 他们一家三口才不会因为此事而受到太大影响。 舒芝听信了丈夫的话, 于是对魔子谎称自己是凶手。 魔子果然想也没想, 就主动替母亲承担下全部罪名。 哪知事态的后续发展, 完全超出了舒芝的预料。 尽管他已六神无主, 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但为了不让女儿受到不白之冤, 舒芝最终决定对女儿说出了全部真相。 没想到, 他的话音刚落, 丈夫刚本突然推门而入。 此时的刚本情绪好像十分激动, 看上去不太聪明的样子。 他像电影中的很多反派一样, 开始摸到起自己的犯罪心得。 原来, 刚本根本不是失手杀人, 而是处心积虑的蓄意谋杀。 为了能够制造一起完美的凶案, 他特意选在所有家族成员都在场的时候, 杀死了自己的岳父。 因为刚本了解家族中的每一个人, 尤其是自己的妻子舒芝, 在杀万人后, 他成功哄骗了恋爱脑的舒芝。 舒芝随后又使女儿摩子站出来顶罪。 最后, 夫妇俩又说服家族其他成员, 包庇摩子的罪行。 就这样, 刚本完成了一场完美犯罪。 出人意料的是, 给警方留下诸多线索的人, 也是刚本。 他比刑警老林更懂得日本的继承法。 如先所述, 该法律有一条规定, 涉嫌包庇杀害被继承人凶手的继承者, 将会失去继承遗产的资格。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这条法律并不适用于死者的直系亲属。 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儿子杀害了爷爷, 父亲包庇了儿子, 父亲仍有资格继承爷爷的遗产。 正是因为这条法律, 刚本才设计了这场谜局, 将所有家族成员都装进了套子里, 使得绝大多数人都将因此失去继承遗产的资格。 当然, 有一个人例外, 这个人就是为老爷养女舒芝。 舒芝虽是养女, 却是魏老爷从已故姐姐手中过激过来。 魏老爷履行了完整的过激手续。 简单来说, 这个家里算得上魏老爷直系亲属的人, 只有舒芝及其女儿摩子。 不过在刚本的计划中, 摩子凡有杀人重罪, 自然没有资格继承遗产。 如此一来, 舒芝将成为遗产的唯一继承人, 而作为其政府的刚本, 从此以后将不再缺钱搞科研项目。 倒倒完自己的犯罪心得后, 刚本玄机出手, 先是打晕了上处在震惊之中的妻子舒芝, 接着狠狠勒住摩子的脖子, 想要将其勒死, 然后伪造出摩子畏罪自杀的假象。 危急关头, 舒芝从昏迷中醒来, 抄起桌上的水果刀, 刺死了丈夫。 故事的最后, 舒芝母女向警方坦白了真相, 舒芝的杀夫行为也被判定为正当防卫, 摩子则如愿以偿, 成为了一名剧本家。 W的悲剧是日本推理小说作家夏树静子的代表作, 据说, 原著小说对角色的心理描写极为细腻, 但我们解说的这个电影版并未拍出其中的精髓, 原著W的悲剧被英国卫报收录进了亚洲十大悬疑推理小说榜单,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榜单里还有我们解说过的公布美雪的作品《火车》, 以及中国作家王硕的小说《玩的就是心跳》, 内地在十多年前拍过一部电视剧叫《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很多情节就取材于后者。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喜欢悬疑推理和犯罪影视剧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